头戴绚丽缤纷的羽毛 身穿精心制作的面具和华丽服装 艾玛拉族妇女也穿上传统服饰 戴上圆顶帽 随着管院和鼓声翩翩起舞 6月10号玻利维亚首都La Bars的街头 上演一年一度的大能之神乐舞节游街活动 整座城市热闹非凡 玻利维亚的宗教信仰 融合了天主教以及原住民传统信仰 族人所敬拜的伟大能力的神灵 也就是天主教的耶稣基督 这个游行也逐渐演变成 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展演 从原住民族西班牙人统治 到迅奴时期的历史故事 都透过舞者的服装和道呈现出来 深具历史文化保存的意义 从2008年起 玻利维亚政府就试图将大能之神乐舞节 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 在大能联合传统舞蹈协会的推动之下 今年3月13号终于被正式提名 进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临选程序 我希望试图全球舞蹈协会的 国家的国家的文化 因为保里维亚 当我们去到某国家 我们通过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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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游行的民众也表示 这个乐舞节是玻利维亚 给世界的礼物 接着Alene一顾编译